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明爱生活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军人的队伍当中来 我们都知道残军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日本亦是如此 日本的招兵方式和我国几位相似 分为普招和特招 前者面向的是大众招收的普通女兵 后者则是针对军校的技术性女兵 而且入伍的要求比较高 不能有任何的疾病和残疾 所以一般而言成功进入军队自卫队的很少 所以能当选的人都是女人中的佼佼者 但是在入伍体检时就有一项非常的尴尬 让人接受不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而言日本女生要入伍 就必须接受以下几个基本检查 第一个就是视力 然后就是体重和身高 其中视力和身高是硬性要求 不合格的只能被刷下来 接着就是检查身体的器官和部位 比如耳朵鼻子等等 看看是否有一些不好的症状 检查完了之后 还有两项是让许多女兵不能接受的 分别是犬身检查 身上是不能留有衣服的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最尴尬的莫过于检查的医生 很有可能是男医生 这让许多人都接受不了 不过最近几年都有所好转了 以前日本军队本来女兵就少 医疗女兵更是很少 除此之外 还要检查是否有妇科病之类的 所以想要在日本参军还是比较困难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